但是人体每天必需的一营养成分之一,如果长时间缺乏,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损害,例如,小孩子缺钙会出现诊突,毒汗,严重到还会出现勾楼病,孕妇和老年人缺钙,可能会出现抽搐,骨质疏松等症状。 不干,牛奶效果很棒,一说起不干,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牛奶,确实,牛奶的不干亦太强了,有多强? 首先,牛奶的钙含量很高,每100毫升牛奶,含钙大约100克,同等重量的肉类,钙含量不到10毫克,而鸡蛋的钙含量也比不上牛奶。 其次,牛奶中的钙和乳清蛋白结合一起,容易被人体吸收,牛奶的钙吸收了高达98%,还有,牛奶含有乳糖和多重氨基酸,也有助于人体吸收钙。 牛奶这样喝才补钙,牛奶确实补钙,但是要喝对才行,很多人认为高钙奶补钙最好,如果单纯看钙含量,高钙奶确实优势很大。 但是,高钙奶中的钙是碳酸钙或者其他钙,吸收率降低,普通奶中的钙是属酸钙,吸收率更好。 所以,与其多花钱喝高钙奶,不如选择普通奶,钙含量不少,钙吸收率高,还物美降临。 对于减肥人士,选择脱脂奶最好,而普通人群最好是喝全脂奶,因为脱脂奶不仅将脂肪脱去,还脱去了不少脂容新鲜维素。 要想不盖,最好是每天早晚喝一杯牛奶,搭配坚果、牛肉、水果、豆制品等一同食用。 除了牛奶,他们也不干豆制品。 黄豆的钙含量不低于牛奶,不过黄豆里有很多脂酸、草酸、纤维,不利于人体吸收。 所以,把黄豆做成豆腐、豆皮、豆干,去除草酸,钙吸收率提高。 而且做豆腐的时候,加入了卤水,能够增加钙的吸收,可以在喝牛奶的同时。 搭配吃一些豆腐,将钙的来源更丰富。 PS,豆浆,那只豆腐钙含量很低,不适合不干。 蔬菜,很多蔬菜的钙含量甚至要超过牛奶,例如油菜、线菜。 但是蔬菜中还有阻碍钙吸收的草酸、膳食纤维等。 钙吸收率远远不如牛奶,所以吃的时候,可以用开水焯一下,去除草酸, 以便钙能够更好地吸收。 其他,橡皮、芝麻、紫菜、榛子、泡菜、海蛋、乳酪、木耳等的钙含量,又比牛奶高得多。 不过这些食物每次只能稍微吃一点。 例如,虾皮煮烫的时候,加一把虾皮,就足入满屋飘香,其实也就两三克,四五克的木耳。 用水泡一下,能炒一大盘,这些食物虽然钙含量很高,但是,咱们吃的量少,最终能摄入的钙含量也有限。 所以,把它们作为辅助的补钙食物更合适。 补钙,别忘了补维生素B,补钙的同时,我们还要补充维生素B,食物中的维生素B含量并不是很多。 晒太阳才是王道,所以,日常没事的时候多晒晒太阳,自我生成为生素B,必要时可以补充类生素B含量或者鱼干油。 在适当进行运动,还可以减少体内钙的流失。 而且,日常饮食也不能太咸,太甜,太油,否则会影响钙的吸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的话,请 queste不吝点赞订阅 请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